在很久很久以前,摩影人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,那就是白色的摩影人,因为在摩影人的传说中,白色摩影人是非常恐怖的存在,每次出现都会伴随着灾难,所以他们想要在他还弱小的时候把他驱逐出去,不想让他待在这个世界里,他感受到了屈辱,想要等变强以后回来报复他们。 但是又突然出现了一个变异的摩影人,他说可以使白色的摩影人变强,以此用来保护自己,白色的摩影人果断的就答应了,于是变异摩影人就给了他想要的力量,使他有强大的力量来捍卫自己在这个世界生存的实力,而且还警告了他,虽然拥有了力量,但是不能伤害别人,可白色摩影人并没有停他的。 他对于摩影人有非常大的仇恨,并不想放过他们,于是他制造了黑洞,要把摩影人给吸进去,摩影人根本无法抵抗拥有了力量的白色摩影人,全部都被强行吸了进去。 变异摩影人知道了以后非常愤怒,把他囚禁在了一个宫殿里面,在过了几个世纪后,他就老死在了里面,他的力量化为了宝石,这些宝石的数量成千上万,无法估算。 于是有很多的冒险家们知道了这个传说以后,纷纷的前来寻宝。 哇,我们到了,前面就是传说中通往摩影世界的地方了。 我先戴上天使的翅膀,去探查一下情况,这里的守卫还真的多呀,强行突破的话,头都会被捶爆的,还是先回去用导弹来开路吧。 先把导弹的发射台子加起来,怎么样,这导弹帅气吧。 但是发射导弹需要坐标,我们得重新飞回去把地标给记录一下,希望他们不会打我吧,得快速解决。 他们打起人来毫不留情啊,还好我眼睛手快把坐标给记录好了,我记住你们了,等一下就让你们知道厉害,把记录的坐标放到发射台里。 让我们来看看这颗导弹的表现吧,路路上感觉慢了一些,看威力吧。 哇哦,太给力了,全部都给干没了,让我们进去吧,这里就是进入摩影世界的通道吧,看起来好神奇啊。 这边还有两套盔甲,刚好一人一套,箱子也有武器,哇,原来是喷火枪,好帅啊,东西都准备齐全了,让我们进去吧。 退后,我要开始装逼了。 原来这里就是所谓的摩影世界,整个天空都是黑色的,和传说中的一样,这里被那白色的摩影人给破坏了。 前面就是进过白色摩影人的宫殿了吧,这次真的要发财了,这里的手配好多啊,直接打进去吧,反正我现在有武器也不怕它们。 这喷火枪的伤害是真的高啊,一枪一个小朋友,外面只剩下三条龙了。 打它们实在是太简单了,我唯一损失的血量都是被我自己的喷火枪给烧的。 原来里面还有啊,但是都是些小脆皮,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白色摩影人了。 可是怎么不见宝石呢?不会是在这些彩虹里面吧,装起来看看,果然都在里面,发财了要,一箱子就是无数的财富。 这里起码有五十箱啊,全部都搬走,呃,装不下了,还有这么多,好可惜啊。 算了,我们走吧,我要把这个宫殿摧毁了,毕竟墨影人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拿的,所以得消灭证据。 这样东西的威力好大呀,再在宫殿里面扔一颗,可以走了。 好了,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如果你喜欢,可以点赞评论转发一下,谢谢大家的观看,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Goodbye。 Goodbye。